还磨飞机我玩的够多了 但是遥控飞艇一直没有尝试过 今天我就来尝试制作一个巨型遥控飞艇 按照计算 要有两公斤左右的升力 气球至少有三米左右才比较保险 就是这个尺寸非常的夸张 下部分是一个吊船 它可以载货 也可以安装遥控动力系统 我布置了六个动力电机 四个提供升力 两个提供前进的动力 上部分的飞艇气球可以提供很大一部分升力 所以电机用的都是特别小的 主要是为了控制重量 吊船的制作用的也都是三毫米 特别薄特别轻的泡沫材料 飞行的关键就是这些汉器 关汉器我就买了八桶 两百块钱一桶 一起一千六百块钱 钱包在低血呀 终于明白什么叫替笔球贵 第二关 现在已经第四关了 然后这个球目前还没离地 现在是第五关 好 完全离地 可以 完全离地现在 现在二盖就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现在不敢把气充满了 充满了的话 然后这里进不去了 太夸张了这个尺寸 然后继续把这几个垂直的动力装上去 然后再挖出去外面 充满 好 拿好啊 竹篮 这一卷是放风筝的线 我们先给它刷上边刷着飞 先熟悉一下 我第一次玩这个飞艇 我发现了这个设计还有一个问题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它需要有垂尾平尾的 它没有垂尾平尾 等我控制应该会很难控制 多尼尔飞艇 第一次测试真的 飞这个比飞爬木还更麻烦 一个飞艇要四个冷 有三力就翻手 可以 翻 翻翻翻翻翻 知道风对于飞艇的影响会很大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大 和蒲公英语一样 随着风飘动完全无法通过 就触地转机一下 后面的动力支架就断了 我感觉动力有点不太够 后面的断了 转了还要转断了 我觉得飞艇适合在没有风的时候 有一点风都受不了 刚刚翻的时候出了个意外 后面这里断了 现在等于说前进的动力就用不了了 我们试一下 用三个动力看它不能垂直上升 因为它这个飞艇 它自身是能产生胜利的 只要动力够 它自己是可以飘起来的 现在差不多 我不敢去拿这个 我都怕还会断掉 可以收油 收 全部收掉 不行它在掉 要去捡一下 还好试飞前有准备 牵引了一根绳子 不然捡都捡不回来 现在这个飞艇 根本没有办法在这种风大的地方 这风还不大哦 这个就一二级风 它整个体积太大了 不受风 要再完全没有风到状态 就放这个飞艇 或者室内产地 我觉得还是带回去修吧 下次再来弄 损坏的位置 碳纤维加强 保证强度 还替换了更细的线 减轻重量 现在是多尼亚飞艇 修复好的第一次测试 再转 再转 前进 我感觉它现在就太阳一晒 它那皮球占起来了 它就胜利更大 油门更小了 现在 怎么样 这个效果能不能获得你的一键三连 这个飞艇我们是按照DNF手游 天维巨兽领主X多尼尔为圆形设计的 在游戏里它是有生命的怪物 但是在游戏外还是需要考虑空气动力学 室内还是能稍微控制一下的 但是在室外就完全被风吹着跑 因为没有锤尾 在空中各种转圈圈 但是飞起来在头顶还是有点压迫感的 毕竟整体尺寸在这里特别的大 这么多年过去 以前玩DNF通宵刷疲劳的日子 我都有点模糊了 最近DNF手游也要上线 期待在手游中也能找回当年60版本的自己 作为一名快步入中年的勇士 也希望DNF手游能像这架飞艇一样 虽然一波三折 但依然能飞能打 顺便再问一下和泰坦尼一个好奇名的飞行巨兽 骑伯离飞艇你们想不想看 它的气动外形更加流畅科学 点赞过10万 我给你们也安排一个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次制作试飞 EX多尼尔遥控飞艇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就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是莫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